阿婆 我还想再问到你一件事 哎呀 李逢仙的故事 我已经说了给你听 你还想问什么 那个李逢仙死了之后 周围的人 有什么话说 还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事发生过呢 哎呀 真是你不说 我也不记得了 是啊 当年李逢仙死了之后 他那个罪鬼阿爸就疯了 这也不要紧 最主要 那年他死了之后 我们的周围几条村 就好像轮着来那样 隔了几天听说有人过身 隔了几天有人说 得点哎呀 不知道是什么病忽然间就死了 而且这些人啊 都是死得很奇怪的 他们死之前 都没人知道他们得了什么病 总之是时时都觉得合眼粉 死的时候啊 整个人好像变世人干那样 是好得人害怕的 后来呢 不知在哪里来了的先生 跟我们说 我们这村的人是得罪了李逢仙 现在他死后作恶了 要化解除非打一堂大斋 然后将李逢仙的尸骨 连同其他 因为他而死的人 全部撞在现在村里面的坟地里头 这样以后才会没事啊 哦 那阿婆啊 你还记不记得 那个不知在哪里来的先生 是怎样的呢 哎呀 那我就真是不记得了 都隔了成几十年了 你说从哪里有什么印象呢 那又是那又是 阿婆啊 真是麻烦了你咯 和阿婆又谈多了几句闲闲之后 姜师傅才带我离开了她的家 一走到出来 我就发现 姜师傅的三臭笼那里 突然间 居然飙出了一流青烟 而她一看到这些烟 马上就面子一变 师傅啊 你三臭笼出烟啊 只可报警 嗯 你这恶鬼居然敢想硬闯你家 小子 过来 我要借你的天眼神通 看看你这恶鬼 猖狂成点 是 天地无击 天坤 借发 下日 你的时候 在我家门前 一个阴风 无端端的卷起了 原来请了人来对付我 知道吗 嘻嘻嘻嘻 好厲害 好厲害 你的道士果然淫花兩道 但是你們以為 這樣就可以難得住我 好啊 好啊 你們又好像當年那樣 撐我 謀虐我 詆毀我 你們要逼死我 好 好 就算是要我雲飛拍散 我都要和你們博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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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 可惜 可惜啊 歸於盡 容赦俱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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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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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又不是 看來我不剪兩道散手 你都不會真心叫我叫師傅 撥上我背後 我要和你去遠城混於小紅 啊?去遠城? 師傅啊 過年的時候 我爸爸帶我去一次遠城 那時候他踩著單車車著我們 都走了差不多大半天 你如果帶我去遠城 那怎麼趕得及 明晚此時回來 那你就要見識一下 我們道家的神行神 五星鎮取 光照圓明 千神萬聖 無物不服 急急如律令 嘻 嘻 嘻 師傅 嘻 師傅 好快 撞到了 撞到了 哈哈哈哈 一仔 現在遺師正在試剪甲馬神行術 你快閉上眼 如果不是被風撞進去 那你就眼睛有排桶了 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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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幾小時後 師傅終於把我 在他背上放下來 而且我可以睜大眼了 哎呀 真是奇怪了 嘻 剛才撥在他背上的時候 只是已經聽到 呼呼聲的風響 開始睜大眼的時候 總是看到前面 很多樹木 一陣子一陣子 好像向我撞過來一樣 想不到 阿爸踩單車搭著我 都要整 踩了六七個小時 才來到他縣城 我和師傅現在 用了一個多小時 就已經來到了 嘻 師傅你真是厲害了 剛才 我們為什麼會來得這麼快呢 這就是我們道家的 甲馬神行術的威力 將寫了符咒的紫麻 燒了之後 將灰插在雙腳上面 再黏動咒乳 在短時間之內 才而施展神行術 寫到自己就好像 那些練了幾十年慶功的人一樣 在有限的時間之內 可以奔跑如飛 咦 這麼厲害的 怎知道 如果功力深的人 還可以展一隻 帶有符咒的紫殼 加在自己的功力之後 在一段時間之內 這隻紫殼就好像真殼一樣會飛 咦 看看有機會 我才讓你見識一下 現在 尋於小紅緊要 尋於小紅 尋於小紅 師傅 你怎麼找他 而且你又怎麼知道 他肯定在遠城這樹呢 我不知道 不過 其實有人會知道 姜師傅帶著我 好像熟門熟路一樣 坐穿右插 很快 就走到一條 很偏僻的小巷裡頭 這條巷裡 有很多單家獨戶的小丸 他帶著我 很快 就來到其中一間 看上來 好像什麼辦公室的小丸子前面 死了 門一開 裡面居然有一個穿著軍裝 看上來 腰間似乎還好像 押著一支槍一樣的年輕男人 走出來 你算是嗎 那個男人一睜眼 見到姜師傅帶著我這個小丸子 他的神聲馬上就變得很警惕 只見 這個時候依然穿得很骯髒 烏烏烏烏烏 有點像乞衣老的姜師傅 在他的衣袋裡 掩著一個 同樣也很骯髒的證件 給他 那個穿著軍裝的人一看 神聲馬上變勢 一聲 立正要向著姜師傅行軍禮 掃著 嘶 好了好了 不用搞這麼多事了 快點給我通知你們古組長 我有重要事要找他 還有 我一會兒要用電話機 搜查 嘩 薑師傅 究竟是什麼人來的 薑師傅帶著我進去 裡面的層次都很簡單 有幾個穿著軍裝的年輕人 和幾個穿著便衣的中年人 但大家正在打牌 傭計 一見到姜師傅進來 人人都面色變一變 個個都立即站著起來 姜師傅一擺手 走到其中一個中年人面前 拿了一支筆 在紙上寫了幾行東西 交給他 他說 馬上給我準備這幾樣東西 一個小時之後我就要 還有 借個電話給我用一下 那個人掩握頭 馬上就打開個軌 把裡面的一部電話拿出來 咦 這部 還不是我和爸爸 在鄉政府間的那些手搖電話 而是那些 有個圓盤的 可以撥號碼的電話 姜師傅很熟手地撥了幾個號碼 又經過一輪轉接 終於打通了 喂 我要于小洪的生神八字 越詳細越好 難 有什麼難 你隨時可以調人口檔案 不要跟我說有多難 我知道欠你人情 你要跟我查上他的生神八字 越正確越好 還有 然後 于小洪的相 想辦法 和我傳真過來 就是這樣 姜師傅叫人 拿了包瓜子給我 我就這樣 一邊剝瓜子 一邊看著他 坐在人家的辦公室裡 大無私樣地 用我中年人 遞給他的紙張 竹枝 在那裡削一下 畫一下 一會兒 又貼一下 貼一下 都不知道靠什麼鬼 一個鐘頭之後 那個中年人 就拿了一個大公民袋 遞給姜師傅 姜師傅打一個公民袋 拿出裡面的幾張紙 仔細地看一次 嗯 沒錯 就是我要的東西 那 現在就快到五點了 你們 找找吉普車 把我們送回村口 是 什麼 吉普車 不是吧 姜師傅居然 可以叫人 找吉普車送他們回家 嘩 我一輩子 最多都是坐過 爸爸那輛單車 難道一會兒 我就可以坐到 那些首長 領導 才能坐到吉普車嗎 嘩 嘩 師傅 他們是什麼人 為什麼 他們可以找到這輛車 來送我們 啊 人家是官面上的人 以前 我幫他們領導做的事 沒事的 哼 我這個師傅 雖然說得很輕鬆 但看著他 眨眨眨眼神 我總覺得 他剛才說的 肯定不是真話 不過 那輛車真的舒服了 坐在上面 搖一下 我居然 就睡著了 喂 爛墳主 起床 時間差不多了 來不及回家 我現在 要和你馬上趕到墳場 將這件事 徹底解決 蛤 去墳場 師傅 你又說我們去那個 李鳳仙的墳墓那樹 沒錯 喔 怎樣 難道你怕嗎 不怕 我不怕 我不怕 變 即可 我們來熟 看